所有的谷歌应用程序 在那个AppsGallery点点一下就能安装 它的平板拥有PC级的水准 最大的原因就是 它有跟WPS进行一系列的合作 跟你们说 你知道红梦系统最近 它跟那个WPS有一系列合作吗 超chill的 它跟笔电一样拥有所有的功能 非常完整的办公套件 就只入到这个红梦平板 也就是因为这个呢 它超越了市面上众多的安卓平板 but then 如果你是一个Google user的话呢 那么你就不要看这一期视频啦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你可以了解了解一下 这个Huawei MacPad到底能做些什么东西 Let's go 华为拿来的底气说 它的平板拥有PC级的水准 最大的原因就是 它有跟WPS进行一系列的合作 所以在Writer Special跟Presentation 进到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功能栏 怎么跟PC是如出一侧 一模一样 1比1还原所有的功能 也就是你PC能做的东西 你的平板一样也办得到 但目前这一项优化呢 只是针对今年的MapPad Series 优化而已 至于以前呢 我就不晓得 你就要问华为那边 会不会优化啦 but我们回归正传哦 那也是为什么华为 把它的MapPad Series 归类于PC Lite平板 它 not a PC but MapPad PC 加上它的Harmony OS是非常有特色的 里面有一个叫做SuperHug 可以在游览的时候看贴图的时候 在读信息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不可描述东西的时候 都能直接拷贝你要的图画 你要的文贴 你要的文字 到SuperHug云端中转站 而且是可以进行多个连贴搬运哦 打个比方 如果你要把所有的贴图 你要copy and paste进去你的node 你就从你的Hug拉来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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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直接成为一篇文章啦 而且这SuperHug 不仅仅是在MapPad 在电话、笔电都有 而且是可以来回传说的 就可能你要通过多屏操控 电脑去MapPad、MapPad 去手机 都可以直接一键连上 为了迎合它的工作水准 提升生产力 它也把屏幕拉成3比2的尺寸 造就了黄金比例 在办公的时候 可以显示多10%的内容 同时这一面屏幕还支持了2.8K显示 还有三档可调 144高刷 拿来用在Entertainment刷脸书 Instagram的时候 你会感觉 好像很顺畅这样哦 再加上它有三档变数嘛 又可以节省多一点点的电了哦 但你也不用特地去节省 因为它的电量是很大的 它里面拥有8300毫安大电池 拿来工作做Document Word 普通这样看戏哦 看十几个钟都没有问题的 再来以往的平板 虽然也配备了键盘 键盘是可以分离 但一分离的时候就不能操作 而这个MapPad的键盘呢 它里面就有没有印了少少的电池 当你分离的时候 依旧可以进行工作 你还可以用你最舒服的姿势去办公 不例外的这一次呢 当然也支持了M Pencil 假如你是一个画家作家 designer你需要到笔的话 没错 它有笔 可以用笔来发发 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就说 哎 这个MapPad是不是不能用Google Apps 虽然说这个平板不是EMUI 它是Harmony OS 但也支持Litehouse MapPad系列所有的型号呢 是可以安装Litehouse 一安装后呢 所有的Google应用程序 就好像喝水这样 在那个AppsGallery点点一下就能安装 如果你是要了解更多有关 有什么Google应用程序 能用不能用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回我上几期的视频啦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些而已啦 如果你对这个华为MapPad非常感兴趣 视频下方会附上链接 或者你可以到附近的华为旗舰店 去摸摸看看培养感情一下 看看有什么真的可以用的 不能用的 直接试到完 你可以接受就买 不能接受就拍拍屁股走人也可以的啦 就这样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